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下个礼拜要去北京来参加中共的九三阅兵 就怕敏感时间点是会影响到大选的选情 党内同仍反对声浪不断 不过连战是坚持要过去 而且还通过了国民党的前副秘书长张荣公说 双方的历史定位不同 应该要坐下来沟通 比起隔空的口水战来得有意义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下周将赴北京参加中共九三阅兵 并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党内引发争议 大佬或者是党员 我们也会请他们一定要坚持对等 而且坚持中华民国的史观 我一再强调他对两岸的和平发展交流是有相当大的贡献 他应该自己是心中 我一再强调他心中是有一个把持 他个人会有自己的判断 我们这个不表谁先 就怕影响总统大选选情 国民党内口径几乎一致 对党内同志严格要求不准去 但对于党内大佬就只能柔性劝导 建议最好不要去 毕竟对岸对历史解读差距大 对低迷的选情只是扣分不会加分 被中共这样不正确的历史观背书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父亲跟我我们都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不适合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既然领的是中华民国的俸禄 如果要真正站到中共的阅兵台上的话 其实是应该不要再领中华民国的俸禄 包括退休的俸禄 针对外界批评 连战透过前副秘书长张荣公表示 坚持附录 直到共决史诗的时候 我们的观点才能出得来啊 我们在这里一直讲一直讲 到底要讲给谁听 那重点不是要希望讲给大陆听吗 强调两岸口水战无意义 双方应坐下来对谈 国民党管不住荣誉主席连战的脚 恐怕只让党内选情更雪上加霜 欢讯了刘俊男蔡基林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